欢迎来到Garman手表无法连接到Garman Express的简易故障排除指南。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简单的解决方法。 步骤一,检查手表、电脑识别。 确保您的手表和电脑可以互相看到。 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步骤二,在手表荧幕上寻找连接图示。 当手表插上时,请注意荧幕上的连接图示。 这代表是手表是否正在与电脑连接。 步骤三,验证Windows是否侦测到设备。 按下Windows键加1。 选择本机。 在Windows 10中,Garman设备将列在装置和磁叠机下。 在Windows的旧版本中,Garman设备将列在可移动储存设备或可吸食装置下。 步骤四,排除连接问题。 如果同步不正常,请尝试以下方法。 更换USB线,尽可能使用Garman的线。 请参考相关内容,了解您的设备需要哪种尺寸的USB线。 检查USB部的状况。 尝试使用其他设备。 保持简单。 直接连接。 避免使用扩展器或延长线。 轻轻清洁手表的充电接触点。 步骤五,重新启动电脑。 然后再重视。 快速重新启动通常可以解决问题。 但请记住,仅通过按下电源按钮或关闭笔记型电脑可能无法完全重新启动电脑。 请按照以下步骤确保完整重新启动。 点选选单列中的Windows图示。 选择电源。 重新启动。 步骤六,解决Garmin Express识别问题。 如果Garmin Express表现固执,关闭所有会影响手表的应用程式。 将Garmin Express更新至最新版本。 从Garmin Express中删除并重新新增您的手表。 若有疑虑,请卸载并重新安装Garmin Express。 这就是全部了。 如果您需要更多帮助,请前往supportgarmin.com。